哈喽大家好,我是初心手工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像我们这种 就是坐标在省会城市 像这种规模的一个爬房 就是一年的开销大概有多少 我现在是在郑州嘛 但是是一个就是算是五环外了吧 就是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 然后一年的话大概产量的话 就是按照23年的话就是4000左右嘛 4000多一点的一个苗子 成体的话就是繁殖的个体成体 大概是留到有去年留到有将近700个 然后我因为现在已经是24年了嘛 肯定要做一下23年的一个 类似于年底的一个总结嘛 然后我就刚好昨天和我老公算了一下 就我们目前以23年为例 我们的一个开销 我看了一下啊 其实就是你要去做包装手工的话 开销还是比较有固定的 基本上也就这几类吧 就是无论你规模大小 基本上都是这种 就是看你能在哪些地方去做一些 就是缩减你的一个开支 我看一下其实我们一个很大一头的话 就是一个房租 但是房租的话是怎么算的 我们算的话是这样算的 因为这个房子是我们自己的 但是呢是有房贷的 然后一个月的话大概是3000左右 一年的话就是3600 这个我们是按照3600算的 实际上这套房子的话 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就去租了 这种房子最多一个一年的话 15000就可以搞定 但我们还是按照3600算的 然后电费的话 其实你如果说是你去规模饲养 就你单独拿一个房子去养的话 你会发现电费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因为像我这边的话 这个小区它是不带有暖气的 所以的话按理说 冬天的用电量是比较大的 但实际上因为我有个重要的情况 就是我冬天的时候 就这些成体贵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成体贵嘛 然后我会在缓繁殖接触之后 然后我就把该出的成体 就我已经决定淘汰掉 不要的成体 不再让它参与第二年繁殖的个体 我会尽快给它出掉 就低价全部出掉 我不会再去留它了 然后所以你们会看到 看这边的柜子 有挺多都是空的 这都是已经出掉的成体 然后没有出掉的成体 等到温度 这边温度一降下的话 我就已经开始冬化了 冬化的话 最终温度是要维持在20度左右 两个月的时间 这样的话 其实最冷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在冬化状态 成体贵20度 因为我这个爬框 你看放了还有这个爬桂嘛 就是苗桂 它是一子加温的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成体贵 也挺省温度 挺省电的 温控基本上也不怎么启动 因为大家知道温控不怎么启动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加热点不怎么加热了嘛 然后实际上就不要省电了 冬天的话 其实我主要的一个加温是来自于这个苗桂 我这样的苗桂有四个嘛 你看这种 它一层是七档加热点 然后它就全天不停的一个启动 启动启动 还有没有 现在这个都还在一个启动的一个状态 所以然后夏天的话 我是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夏天的话 我是有三个这种 就是这种孵化箱 这种 然后一个是150升的 然后有 也不是 两个150升的 然后一个 250升的 然后有时候夏天的时候 就是特别多的时候 弄不及的话 还有两个这种小的富汗箱 其实夏天的话 富汗箱 就是用电也挺高的 这样算下来的话 全年算下来 平均下来的话 一个月800块钱足够了 12个月也就9600块钱 水的话 其实用的很少 因为我们这种批量繁殖的话 也不可能说是你天天去喂水 然后你就不停的去洗这些盒子什么的 所以的话 水的话一年400块钱足够了 也就意味着水和电最多1万块钱 像我们这种规模就可以搞定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饲料成本 饲料成本的话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 全部都是买了虫子 我一直没有空吧 就现在最近的话才在去想着 因为感觉明年的话 手工价很可能 还要再降 为了缩减成本 我是去 在养大麦虫 其实如果说是 就算是按照23年 我虫子全部买的一个情况算的话 就是从 因为像 其实每年的三月份 就关年嘛 关年的开始 因为像这些描绘里面的 就我自己不自留的个体 就很快就能全部出完 这种个体出得很快 关年 其实这些是我自己要留的 如果说我愿意去卖的话 其实这也早就卖完了 主要是因为每年 年后不是价格都比较高吗 所以的话就留了一些 像基本上 像关年接下来的 三个月左右 其实我用充量会比较少一点的 然后但是到繁殖期 就是6月7月这时候 5、6、7这几个月 又加上有 因为我繁殖的个体 繁殖的母 所以喂一些 稀帅 因为稀帅还是价格比较高一点 一斤的话 大概就70块钱左右 其实70块钱 一斤的话 也基本上也就一次就能喂完 夏天的话 喂稀帅也是一个 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冬天的话 因为我成体冬化了 不喂食 然后只是喂这些苗子 算下来的话 其实平均下来 一个月1000块钱也都够了 一年的话也就1万2 然后接下来就是盖粉 如果盖粉的话 一直就是只用一家的嘛 然后也是网上买了 国家一家的 他以前是有大桶的 后来没有大桶 我也就直接买了小桶 我一般常常就是双11或双12的时候 趁着官方有活动 直接买个20003000的 然后到618的时候再买一次 一年就囤两次盖粉 刷下来的话5000块钱也就够了 然后其实还有个大手就是快递费 快递费的话是 我老公说是两万用不完 但是吧 可能是1万多块钱 但是这个的话 它是含你 就是你买的一个打包的东西 你看 冬天的时候要用加热包 要用泡沫箱 夏天的时候要用冰袋 然后还有那个紫箱子什么的 包括胶带 其实我们 就哪怕最小的一个胶带 我们都用的挺快的 特别是到夏天 这样23年还能稍微好一点吗 因为我比较忙嘛 孩子因为我们老二不是出生了吗 我在家我身体不好 我基本上没有时间去零售 然后大部分都是批发出去了 少量的去走一些代发 这样快递费 其实吧 应该是最多最多 一万五都够了 就是快递加上打包费 但是还是按两万算 接下来就是一个设备 设备的话 其实吧 像我们这种 就是你看 大家看一下这个柜子 柜子的话 这都是我老公做的 他自己做的 家店也是他自己做的 然后这些盒子 这都能用N年了 是不是 然后包括这些小东西 这石盆啊 水盆啊什么的 其实每年的话 设备基本上不用怎么去 去就用我们这些 就是固定了嘛 基本上不用怎么去 再投设备的钱 最多就是买点玻璃杯啊 买点石盆啊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家店和温控 然后每年冬天的时候 就是我们比较闲的时候 我老公会给他换一批 就轮流到不停的 就换吧 更换 温控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些吧 加下来一万块钱足够了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盘房 就是这些设备什么的 因为我是有四个房间 就是因为这个房间 它是一个八九平的 就是小山市嘛 我是主卧书房 次卧还有客厅放的 都有手工 然后这个盘房的话 大概就是陆陆续续吧 有三年的时间 去把它给填充到 现在这个状态 就这些设备 加下来的话可能算下来也就有二十万 二十万左右 然后 目前的话基本上 就是设备我们是 至少应该是这两年内 不准备再投入其他的一个 总群的话 其他品系的 其他种类的一个扒桶的话 我们是不再去投投资了 所以的话一万块钱足够了 这加下来算下来的话 就是三万六加上水电一万四万六 然后饲料一万二 然后是五万八 然后加上盖粉是五千六万三 然后快递费两万八万三 然后设备一万 相同于是九万三 就是你如果说你去做 就是做这个规模的话 按照我们这种开销算下来的话 其实一年的话 十万块钱足够了 我认为十万块钱是 绰绰有余 而且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房租 房租是可以省下来的 本来我这个三万六就是 如果按照本来 我刚才也说明情况了嘛 而且因为我们这边 主要是考虑我老大 现在在上幼儿园 不想去太太太偏的地方 其实我们如果说 不是考虑孩子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去一个 更偏的地方 房租更低 然后水电电的话 如果说是它有暖气的话 或说我们如果说想 就是能够接受整体加热的话 这个电费成本也会可以降下来 然后饲料的话 饲料如果说你自己养的话 其实成本会非常非常低 我们现在的话 一年一万二的一个饲料费 但是如果说我自己养的话 能够我对我来说的话 一个是一个人工会稍微高一点 成功成本嘛 然后其实两千块钱去买卖夫子 然后包括那些 就是他养蟲子 你肯定要消耗一些 就是比如说南瓜呀 胡萝卜这些 两千块钱也足够了 因为我这边 就是无论是卖夫子 还是说是买这些 胡萝卜什么的 也都很便宜 然后快递费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批量繁殖 你走零售比较少的话 其实快递费也没有多少 因为你想你如果说走 批量呢 去往外批发的话 一个单子少说 也两十三十个 是不是 其实发的也挺快的 没有多少快递的 然后设备的话 这些也就 也看你自己吧 你设备的话 你如果说你自己愿意去钻研 然后你自己愿意去进行 把控的话 其实能省很多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 就全靠买的话 包括你看这些城里贵啊 然后这些家店啊 你全靠买的话 肯定会要高一些 基本上也就是这 像 我看了一下 就我们23年嘛 23年的话 因为它有一个22年 25年剩了一些 我每年都是像这种 就刚才说了 像这种留一些苗子 然后等到循环着 开吞的时候去卖嘛 也就有40 卖了有40万左右吧 就毛利润 然后成本的话 那就不到 将近10万块钱吧 基本上也就这样 我不知道 大家的一个成本 就是4养的话 成本是怎么样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 那我们今天就更新到这里吧 拜拜